2022年10月19号和沈庆金一同出席 金华城园区动土典礼 表情看来相当得意 但不止先前就被指引北市府才核准建造 隔天就动工 如今又被踢爆 签约协阅书竟然是事后裁补 协议书封面甲方台北市政府 乙方则是金华城子公司顶月开发 时间点2022年11月6号 就连独法军公文也曾明文取得建造前 因就建筑融奖与本府先签订协议书 但实际执行却大乱套 柯文哲柯市府在协助金华城的诚意 真的是十足到让人惊讶 为什么可以先上车候补票 然后先设件再化吧 到底是金华城有预先的这个神机妙算 还是金华城跟市府 那个时候已经有默契 荣誉一定到得了手 你先帮我这个发建造 北市府独发局否认先给建造 在前协议强调协议书 金鼎月公司与市府用印完均后 市府于2022年10月6号 涵告已发文日期为协议生效日 至于协议书封面时间就是物质 民众党对于争议认为 无法对物质文件评论 这种事情也可以物质吗 我们建造给了 金华城不愿意回馈给台北市民的时候 那怎么办呢 我们是不是赔的夫人又折兵呢 不要去为这个金华城做这种巧遍 核发建造的申请建造 跟核发建造的时间 有哪一个案子是12天就可以拿到 优书会更点出2022年11月 金华城都还在省荣誹 甚至连买荣誹的钱都还没缴 如何审发建造 金华城840%超高容积 核发建本就有高度争议 是否为了敢在柯文哲卸任前就处理 种种不合理难免起人移动 三组黄震结果从台北